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但是这种说法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很不合逻辑 第一刘备是不是英雄并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试验的出来 这是难于确定的 第二刘备是否忠于曹操也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试验的出来 这也是难于确定的 第三刘备装作很害怕 狡诈的曹操难道就真的相信刘备了 这也是难于确定的 也就是说曹操通过这次试探行为根本就得不到确定的结果 试了等于白试 行为产生浪费 曹操干嘛要做这样的无用功呢 凡在博弈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我的目的是要赢对手 对手的目的同样也是要赢我 第二我有若干选择 对手也有若干选择 第三我不可能知道对手究竟会选择哪一种策略来对付我 对手极有可能采用对我最不利的一招 第四我做出的选择必须达到这一标准 对手无论用哪一招都不会对我构成威胁 我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简言之就是控制 只要我能控制对手 则对手没有好的选择对付我 现在曹操不可能知道刘备的真实想法 曹操可以猜刘备 其一刘备是真的忠心于曹操 不会反叛 其二刘备是假的忠心于曹操 终究要反叛 如果是第一种那一切都好说 如果是第二种曹操就会有威胁 曹操和刘备主角论英雄时说 天下各路诸侯 都是碌碌小人 合足挂齿 只有我们两个人才是英雄 这是在极力拉拢刘备 并不是存心要恐吓他 当时曹操和袁绍之间免不了一战 曹操处于弱势 绝大多数人都是主想主 和而不主战的 曹操必须争取更多的人支持 他找刘备谈话的用意有二 其一 如果你不背叛我 我们合伙干掉袁绍 天下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其二 即使你背叛了我 不跟我合作 在干掉袁绍的问题上 我们还是一致的 天下还是我们两个人的 只有这样 曹操这次的谈话 才能起到作用 因为他给出了一个 相当诱人的预期收益 无论刘备 选择合作还是背叛 只要在打袁绍的问题上 是一致的 那就行了 所以曹操主九论英雄 是口头上 以平分天下为条件 在极力拉拢 稳住刘备 而不是那个一再被误传了的试探 什么都试探不出来 不是在浪费精力吗 如果是试探 那也没有必要天天试探 可第二天 他又把刘备喊去喝酒 只能说明是在拉拢 但是刘备心中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 第三天 他就要逃跑 曹操面临一次重要的决策 放还是不放 谋士们都说这是放虎归山 曹操说没事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结果是曹操放刘备跑了 这个选择并没有错 因为曹操能够控制刘备 放有放的控制手段 不放有不放的控制手段 刘备无论选择什么都不能威胁到曹操 所以曹操放刘备跑 并没有什么失策 若不放 刘备还会继续伪装 曹操很难抓住他的把柄 并且刘备天天和皇帝鬼来鬼去的 曹操看了心里烦 放刘备跑是有好处的 可以快速看清刘备是个什么样的人 给他机会自己献出原形 结果刘备一跑出来就烦了 他又杀回徐州 割据一方 这个时候曹操很轻松就把他给收拾了 仪仗就把刘备三弟兄打散了火 又夺回了徐州 这次刘备再次破产 一无所有了 他也顾不得兄弟手足情深了 一个人独自逃命去演 张飞去当了土匪 关羽投降了曹操 曹操嘴里说欣赏刘备 其实是很难令人相信的 因为从曹操的角度来看 刘备并没有什么利用价值 刘备和曹操一样 都是计谋不高明 武艺不超群 且狡诈多端 难于琢磨的人 都属管理型人才 而不是技术型人才 区别只是刘备 比曹操的势力弱 刘备没有利用价值 要他做什么 曹操看重的不是刘备 而是刘备手下的关羽张飞 这两个技术型人才才是最有利用价值的 要有吕布的本事 又不像吕布那样反复无常的人 最之前如果刘备选择合作 曹操就一起利用他们三个 如果刘备选择背叛 曹操就消灭刘备 只利用那两个 无论怎样都有好的应对措施 所谓用人不疑 疑人不用 是有前提条件的 这个条件就是必须要能够控制 只要能控制 所用之人才可以不必怀疑 而怀疑之人也可以用之 如果不能控制 那么不要说怀疑之人 就是不怀疑的人 也可能背叛你的 三国中究竟谁是英雄 说不清楚的 因为英雄一词太过于主观 没有明确的标准定义 当然就会造成众说纷纭 你说这个是英雄 他说那个是英雄 结论之所以不同 是因为个人心中的标准不同 在主九论英雄中 曹操给出了一个标准 扶英雄者 胸怀大智 富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机 吞吐天地之智者 也这个标准也是模糊的 但我们可以明白 曹操指的是 能统一天下的人为英雄